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白溫氣溫較暖和 各地高溫可以回升到22到25度 但是西半部地區的日夜溫差比較大 提醒早出晚輝的民眾 請特別注意添加衣物以免著涼了 至於降雨方面 白天地區呢 這個花東地區到恆春半島 有明顯的雨勢 但是西半部天氣晴朗 不過下半天開始就要提醒您 水氣逐漸增加 北台灣雲量也會逐漸增多 因此北部以及東半部地區 降雨的機率也會跟著提高 外出就要記得攜帶雨具備用了 接著一起來看 今天入夜之後的山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 獅子牡丹跟滿洲 氣溫在15度到19度之間 有三成的降級率 泰武來一根春日 氣溫在14度到24度之間 三地門舞台跟馬加氣溫在12度到23度之間 高雄 桃園 納馬下跟茂林 最低溫只有6度 高溫來到20度 嘉義 阿里山氣溫在5度到18度之間 來到南投 仁愛 魚池 水里跟星移 最低溫只有2度 出現在仁愛鄉 高溫也只有18度左右 台中和平區 氣溫在6度到18度之間 苗栗南庄 石潭及泰安 氣溫在10度到16度之間 新竹 關西 尖石跟武峰 最低溫大約在6度到13度左右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 最低溫9到12度 有4成的降級率 宜蘭大統計南澳 最低溫9度 降級率高達8到9成 花蓮新城 花蓮市及吉安 最低溫16度 有3成的降級率 秀嶺跟萬榮 最低溫11到12度 同樣也有2到3成的降級率 壽峰跟峰濱 降級率高達6到7成 鳳林光復及瑞穗 最低溫16度 降級率最高也有6成 桌西域里根副里 最低溫只有4度 降級率最高有6成 台東 長濱 城宮跟東河 最低溫17度 降級率最高有6成 池上 關山 海段及延坪 氣溫在10度到19度之間 陸野 台東 石跟碑南 氣溫在15到21度之間 泰瑪 里道 金峰跟達仁 氣溫在13到22度之間 藍地區氣溫在19到22度 有6成的降級率 外島地區氣溫在10度到18度之間 有6天喬液 摟地區氣溫在18度 lim訓 運送 冷樂